千禧弟弟 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惊喜 他刚开始进组的时候 然后我跟他 基本上都是我跟他的对手戏嘛 然后我有再去跟他去聊 这个角色 因为我们两个是一个人 他的这个角色呢 就是在我最失忆 最落魄的时候 他出现了 他有一点像那种精神的老师 精神的领导在指引着我 给我指明方向 就有一场戏 他就真的是 就是那个点给到我了 就一下就让 就刺激到我 就一下那个眼泪 就是踊跃地喷人热 就出来了 因为我那场戏 是我最落魄 最放弃的时候 然后他就说 剧原你忘了 你自己的使命了吗 你忘记你的初心了吗 如果你都放弃了的话 那楚国的百姓该怎么样 楚国的人民又会怎么样 这样他就会亡国的 就这么一大段词的时候 说每一句词 都直达我的心里 就是千禧弟弟 他的接受能力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这一点是让我们 剧组的每一个人都是 特别就是 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吧 我